中兴网9月2日报道 日本共同社称 在日本政府内部一度被提及的首相菅义伟 9月访问俄罗斯无望实现 他本来对参加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态度积极 却未受邀请 多名政府相关人士一日透露了上述信息 由于没能获得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商讨北方四岛 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的机会 领土谈判停滞状态或将持续 东方经济论坛将于9月2至4日 在俄罗斯远东服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关于菅义伟不参加的理由 外务省干部称 未受邀请 俄罗斯大概有自己的判断 围绕俄方的应对 日俄关系消息人士认为 对方希望与长期政权谈判 可能打算与众院选举前 被指凝聚力下降的首相保持距离 菅义伟被指本来对出席论坛态度积极 在7月16日与日本维新会参议员 林木宗南会面时 就访额展现积极姿态 日俄外长在8月11日的电话会谈中 曾就协调举行包括会面形势在内的首脑会谈达成一致 但在政府内部 随着论坛的临近 对首相访额的谨慎论调健强 因俄罗斯力争在北方四岛设置特别区的姿态 以明确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 现在不是首相与普京会面的时候 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 从2016年起连续四年出席论坛 曾多次与普京对话 因新冠疫情扩大 论坛2020年未举行 另外 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最新消息 菅义伟在自民党党内会议上 宣布将不会参加自民党总裁换届选举 这意味着菅义伟将没有机会带领自民党参加即将到来的众议院选举 也无法出任下届日本首相 路透社称 现年72岁的菅义伟去年9月上任时支持率约70% 但由于新冠疫情等原因 他的支持率已降至30%以下的历史低点